你们俩之间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 根本不懂生活 一个女人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在年轻的时候 荒度青春 在年老之后 却被现实所打败 一个人等待四十多年而不婚 莫过于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 就这辈子就不想嫁 就想一个人过 还有一种 就是一直在等待那个 在自己心里活了很久的人 期待他能出现 如果不出现 我也绝不将就 但事实是你等了四十多年 你说你想找一个 没有不良嗜好的男人 同时又懂你的男人 但你挑来挑去 你挑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相信最初 你肯定是看中了 大哥的表面 丝丝纹纹 干干净净 但事实上 虽然他没有不良嗜好 但是 他不讲卫生 这点是你不能容忍的 而更不能容忍的是 他不懂你 更不能给你带来浪漫 我知道你是心比天高的人 但是拖来拖去 拖到四十多岁的时候 你认为你只能找这样的 所以你才找了他 否则你还会一 他不懂我 不懂你 这些人 我必须要 这个人 是你这些人 你只能给你 你不懂他 他不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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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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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